新竹台大分院两周年愿庆 整合三个院区的医疗量能 新竹台大分院朝向医学中心 智慧医疗的目标迈进 两周年愿庆当天 新竹县市长也一起出席了庆舍会 期许新竹台大分院在医疗量能上 能够持续提升加会新竹相亲 新竹台大分院发展智慧医疗 以及成立了国际医疗中心 让新竹台大分院 跟我们在地的产观学员的单位 进行合作 以及我们将国内的智慧医疗 带入新南向 所以我们跟印尼的医院医学院 都有签合作 以及让厂商跟南向的一个国家 都能够进行合作 我想这是台大医院在新竹地区 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就是让我们的好的医疗服务 能够在地生根 同时能够结合我们在地的 产观学的一个常才 让我们新竹地区的整体的产业 都能够走向国际 新竹的两位县市首长频频同框 携手县市合作的议题 在民众就医需求上 除了期许新竹台大 朝着医学中心等级迈进 也希望民众就医需求方面 能够更便利 台大的第二期的医学大楼 都还没有发包出去 我们希望赶快发包出去 同时我们也希望台大医院跟高铁站区的 空中的这个路桥 已经谈了很久 也还迟迟还没有完成 也希望国科会 科管局这边加速来办理 届时的话 让这个就医是可以更加的方便 未来我们的新竹医院的这个南亚院区 跟金国院区的整合这个部分 南亚院区的扩建 其实早在我当选之后 我也来亲自拜访了于院长 于院长也特别提到说 希望我们未来新竹市政府 可以来帮忙协助加速南亚院区的扩建 以及金国院区的整病 那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完成扩建跟整病 加速推动之后 一定可以让新竹的民众 有更好的医疗品质跟环境 院庆活动上 院方也表扬了优秀的医护人员 随后也在现场进行DIY的军营活动 将祝福的话 印在红包带上 祝福大家开启崭新的一年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